起飞 他泡泡的太多了 What's up 今天来到老虎水的地方 在户外赶快 等下进去就可以了 今天带大家来喝老虎水 然后就是老虎水呢 在新加坡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啤酒 今天带大家来参观这个老虎水 老虎水工厂就是 然后里面好像有5加1的饮料可以喝 蛮远的 在最西边这边有一个第二大桥的连接 我们是坐Gram过来的 蛮贵的 牛车水坐过来要21块 蛮贵的 好 现在我们的时间快到了 我们要准备进去了 Let's go 开始你就是要先给他看你的门票 看门票之后就可以准备进去了 Slapping Ticket 4杯5杯酒吧 5杯酒啊 不是6杯咩 罢了啊 不是6杯咩 你妈 这边有给你一个Ticket 可能是5张 这个5张叻 就是等一下你可以换5杯酒 这个可以换9的是吗 对对对 920块除5 4块钱一杯 是吗 50 20对 我们两个数学都很差 他们那个时候的那个 Special Addition 全部他们的那个 城镇的名字 这是什么时候出的啊 这应该是货币前出的 哦 反正这几年啊 就前几年他们有出一个新加坡的纪念款 像什么义顺啊 红帽桥啊 大巴窑啊 碧山啊 这些 这应该是新加坡的那个叫很有名的 那个hotel的 他们就用Tiger的这个是什么啊 西波折衣吧 还是鸟罐 好像是铝罐的那个旁边 然后他就把它包起来 大概是这样子 这就是他们现在的展厅 然后有个人很认真在讲解 Tiger的创业人 很其他也是海尼根创业人 你们可以看啊 他就是写海尼根先生啊 1923年到2002年 这里就是它 merchandise 就是等下 最后的时候 旁边那边有一个酒吧 然后会在酒吧喝酒之后 就可以来这里 就是看merchandise 这个整面墙的茶杯 大家有看到 就是我爸爸那个年代啊 包括像我家 现在还有几百个这种杯子 是以前的人很喜欢的 他们去咖啡店喝酒啊 因为以前 家里可能冰箱也没有啊 他们就是去咖啡店喝酒 也没有酒吧的嘛 像你们现在讲的 bong bong 希望你以后 以前没有这种地方啊 他们就咖啡店喝酒哦 然后就 我家就很多咯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个 来来 啊 啊 这个就是merdeka 它就是 证明新加坡是 曾经跟马来西亚的一个地方 新加坡曾经是马来西亚的 不要玩玩啊 你们不懂咧 然后还有像这种 烟灰缸啊 啊 打火机 阿中 打火机以前也是很多的 其实也很多 很多人不知道 Hannigan跟Tiger是一起的 但他们是同一个集团的 像Guinness也是啊 Apple手带也是 好 然后上面这一排 帮忙排一下 上面这一排 就是它历来的 它的玻璃酒瓶 很特别一下 就是蛮特别的 这种咧 就是他们的餐盘 给购壁店的 给购壁店的餐盘 好 我们现在要往下一个地方走了 我一直被吹 sorry啊 sorry 感谢我们刚刚的摄影师 大家可以去看他们的频道 叫什么 J什么 Js channel 不要 我觉得 我觉得如果你对啤酒生产 有兴趣的话 之后可以来我的酒吧 因为我们酒吧也会自己做啤酒 每个人都做啤酒 我们就去咖啤酒 去咖啤酒 他刚刚在讲的就是 从小麦开始 如果让啤酒发酵 当入啤酒花 加热 然后这些过程 就是以后 我会单独做一集 怎么酿啤酒给大家看 然后最后大家也听到 他讲说 现在我们要进去了 进去就是不能拍 然后什么都不可以 picture video什么都不可以 这里就是他整个园区 我觉得 还蛮OK的 然后那边有一个老虎的酒瓶 我们现在这个门进去了 进去就不可以再拍了 这就是最后一个画面了 我们下辈子见 拜拜 push 那我们现在在老虎水整个 整个园区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打卡点 你花20块钱一定要拍照 我是没有拍 如果你带梅亚来就可以拍 然后这里 打卡点 这边 打卡点 没有了 然后 准备去喝酒 不过和大家讲一个讯息 这个是认真的 我刚问了他们的解说员 这里的解说全部都是英文的 如果你对自己的英文没有信心的话 还是可以来 因为等下有5杯啤酒可以喝 都是draft的 免费 值得 你在新加坡 你在酒吧里面喝一杯要多少钱 10块 是吗 姐 有8块的 好 Happy hour 你想一下这里一杯 54 4块跟10块 10块钱跟10块钱 这个死串花的10块钱跟10块钱 你听得懂了吗 这个10块钱不是10块钱 小的 反正我觉得老虎水 还是一个蛮代表新加坡的东西 毕竟亚洲讲说真的有 国际性的品牌也没有很多 然后这个就是他们的标志性 不管是菲律宾的Red Horse 或者印尼的Bintang 可能当然有一个很大原因 是因为他加入了整个海尼根集团 知名度会比较好 这是很理所当然的 而且老虎水也蛮好喝的 他也支持过 跟我合作过几个项目 在这里是他们的大卖的 用完就是要拿去回收的地方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进去 就是看贯装 封装 封装这个真的是他们的商业机密 所以真的是不能拍 我只能用眼睛帮大家看 等下后来再和大家讲 OK 有嗅到吗 有嗅到吗 嗅到吗 那个很香的 嗅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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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哪里 里面真的很热 因为现在产能的关系 产量的关系 所以他们不会二指四交召开 老虎水一般上就只是供应 60个国家 只是 有也蛮多的 然后这60个国家里面 大概有十几个国家有生产的工厂 就像马来西亚 可是像马来西亚 它就不只是生产老虎水 它是Guinness 然后什么都 还跟它是一起生产的 所以它就没有这么专属于老虎水 所以如果你要参观这个工厂 你在新加坡的话 我刚问一下导游 导览 他建议你平日来会比较好 因为刚刚讲嘛 它的产能现在没有很高 就是没有需求量没有这么大 所以它不是一直开着的 平日的时候可能会有工作人员来 所以你平日的时候就有机会 看他们在打包装箱 或者就是封箱这些东西 会比较好看一点点 平日是比较建议的 而且平日18块 然后 周末的话是20块 它里面的三个封装的线路 就是最靠近左边 反正最靠近我们这边的话 是啤酒罐 就是CAN 中间的话是玻璃瓶 然后最里面的最远的那个 基本上应该是看不到的 那个是Draft 建议你平日来会比较好 而且平日来的人比较少 你就可以慢慢来 他们现在是做无人工厂 所以里面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就也没有冷气 因为现在没有狗人的嘛 所以就很热 真的很热 我觉得可以来看一下 如果你是游客的话 平日来看一下是OK的 老虎水最好喝的温度是5度 摄氏5度 起飞 他泡泡的太多了 有点比较苦的 你看一下 有点比较苦的 对 有点比较苦的 它的回味高一点点 可是这个温度好像是比较对 这个温度是比较对的 自由的 我们是拿Draft来跟Draft比是吗 不是拿Guan来比 不要用Guan 用Draft 这个比较苦 苦一点点 对 那苦是在舌苔跟上面的一点点那个位置 很特别的位置 到现在还在有点苦 到现在有 它鱼味很长 我觉得这个 蛮不错的 它鱼味很长 好 最后去玩的纪念品中心 我们终于要来到酒吧了 老虎飞 现在点的都是少二人为马来点 老虎 老虎 Crystal 水晶老虎 全部都是一个Token Kidin是两个Token Encore是一个 Baro是一个 Binidrop是两个啊 他第一杯是免费的 不是 不是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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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 不一样 刚刚的不一样 这是Crystal是吗 没有 不会不会 不会不会 拿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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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觉得不一样 我个人觉得不一样 他们的Drop呢 现在就有这几样而已 其他的如果你点的话 就是用罐装的 像这个 然后我也忘了这个是什么 Pinicone Pinicone Pairone Pairnicone的话 他就会给你 这里还有在这边丢肥标 好像是不用钱 看我们现在就换了很多啤酒 然后这位大哥呢 换了一个新加坡 司令用了4个Token 然后这里呢 就是4个啤酒 哇 反正很多就对了 听过刚刚的明查暗访之后 我觉得啦 这Drop比较值得 因为他现在只有 Pinicone Tiger Guinness Tiger Crystal 是有Drop的 这Drop比较值得啦 因为罐装你外面 就可以买得到了嘛 然后旁边呢 有人在玩铺 还蛮不错的 整体感觉 真的像是一个酒吧 等下我们再出去那边喝 大家做一下新的分享 这里有点吵 好 我觉得你是游客的话 真的可以抽一天过来 但这一天的白天 可能你就会喝醉 然后因为还蛮多东西喝的 但它的缺点还是有 毕竟它是需要在工业区 然后它的位置会比较便宜一点点 所以看你怎么取舍 新加坡的朋友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说你们在酒吧上面喝酒的话 是多少钱 酒吧不是咖啡店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多少钱 所以我不知道值不值得 就是一杯那家小小杯 4块新币到底值不值得 如果把导览飞去掉的话 整体来讲我觉得整个体验 还是蛮特别的 因为这也算是我第一次参观酒厂 我有一个小小的梦想 在我的清单里面七八年了 就是我想要去欧洲的葡萄酒的酒厂 就是餐馆 可是这个可能要再多等几年 应该有机会实现了 现在的机会比以前更高 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这一点 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就是今天参观老虎水 超过我想象的基本上就是 他们无人工厂 结果我没有想到他们是无人工厂 还有他们的酒吧 其实整个氛围是很好的 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只有 snack就是那些豆可以吃 没有薯条 比起还是工厂的 除了这几样东西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好那今天影片到这位置 喜欢这个影片在YouTube看到 记得点赞订阅之后 打开小铃铛 在Facebook 关注帮助分享出去 好 那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